梦游天母银流别 海客谈营州 烟滔微芒信南求 月人与天母云霞明灭霍客渡 天母连天向天恒 是把五月演制成 天台一万八千兆 对此遇到东南清 我与阴之梦无月 以夜飞渡敬胡月 胡月照我影 送我知善息 谢公宿处金上在 露水荡漾青云梯 小着谢公鸡 深蹬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机 千言万转路不定 梅花一时乎一鸣 雄袍龙隐隐言泉 立身临溪精层颠 云青青兮玉宇 水淡淡兮生烟 烈穴霹雳 秋卵崩催 动天时飞 轰然中开 清明浩荡不见底 日月照耀金银台 倪为一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 纷纷而来向 鼓鼓色兮 玩回车 陷之人熙烈如马 护魂计已破洞 恍惊起而长街 唯绝时之枕袭 时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 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西活时还 却放白鹿青亚间 虚星极其访明山 安能摧美这要是权贵 是我不得开心眼 梦游天母银 刘别又鸣 别东鲁竹宫 是唐代著名诗人 李白创作的一首 奇言古诗 是一首集梦诗 也是游仙诗 内容丰富曲折 形象辉煌流利 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实在横溢 堪称绝世名作 诗写梦游先府名山 这一奇特 构思精密 意境雄伟 感慨深沉激烈 变化常晃莫测于 虚无缥缈的描述中 觊觎着生活现实 虽离奇 但不作作 形式上杂言相间 兼用骚体 不受绿术 体质解放 诗的开头几句 是写入梦的缘由 诗人说 海上回来的人 谈起过盈州 那盈州隔着茫茫大海 实在难以寻找 约人谈起过天母山 天母山在云霞里 诗音实现 也许还可以看得到 盈州是一座神山 中国古代传说 东海上有三座神山 一座叫蓬莱 一座叫方丈 一座叫盈州 语 就是这将绍兴一带 信 在这里当时在讲 先说海客谈盈州 烟桃威 芒信难求 这一笔是陪衬 史诗一开始 就带有神奇的色彩 再说 月人与天母 云霞明灭或可赌 转入正题 以下就极力描写 天母山的高大 天母连天向天横 是把五岳也制成 天摊四万八千兆 对此遇到东南清 诗人先拿天母山 跟天相比 只见那山横在半天云上 仿佛跟天连结在一起 再拿天母山 跟其他的山相比 他既超过 以高峻出名的五岳 又盖过在他附近的赤城 五岳指中国的五座名山 泰山 华山 横山 宋山 横山 赤城 是山明 在浙江天台北 因为山上赤石链 远看好像红色的城 所以叫赤城 接着诗人又换一个角度 以天台山为着眼点来写 说那天母山东南方的天台山 虽然非常高 但在天母山面前 也矮小的简直像额踏倒了 这里的天台四万八千丈 只是说天台山非常高 并不是说它是有四万八千丈 在这里 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出天母山怎样高 却用比较和衬托的手法 把那高耸的样子写得淋漓尽致 仿佛那高峻挺拔 在银峡里 诗银诗线的天母山就在我们眼前 唤起了我们的幻想 跟着诗人一步步的 向那梦幻境界飞去 从我欲阴之梦无悦一句开始 诗人就进入了梦境 从这里到诗向来之咽霞一大段 写的都是梦境 是全诗的主要部分 诗人梦见自己在湖光月色的照耀下 一夜间飞过绍兴大都市的镜湖 又飞到陕西 他看到谢公投诉过的地方如今还在 那里露水荡漾 清源啼窖 景色十分优雅 谢公指的是魏晋贵族诗人谢灵韵 谢灵韵喜欢游山 以写山水诗著称 这江的名山他差不多都到过 谢灵韵在登天母山的时候 曾经在汕西这个地方住宿过 留下了名头汕中宿 名登天母层的诗句 接着李白写道 搅着谢公鸡 深蹬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 空中闻天机这里的谢公鸡 指的是谢灵韵特制的一种登山用的木鞋 鞋底上有木齿 上山就去掉前齿 下山就去掉后齿 这样走着省力线 天机是古代传说里的一种神机 相传住在东海桃都山顶的一棵大树上 天机一叫 天下的鸡都跟着叫起来 诗人说 他穿着谢灵韵特制的木鸡 登上天母山的上连青云的时间 站在高山之巅 看见东海的红日在半山腰涌出 听见天机在空中提叫 这样 从飞渡镜湖到登上天母山顶 一路写来 景物一步步变幻 梦境一步步开展 幻想的色彩也一步步加浓 一直引向幻想的高潮 正面展开一个迷离恍惚 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 千言万转路不定 泥花一石乎一鸣 熊袍龙隐隐言泉 立身临溪精层颠 云青清晰玉语 水淡淡息生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 在千回万转的山石之间 道路弯弯曲曲 没有一定的方向 倚靠着岩石 迷恋缤纷的山花 天忽然昏黑了 熊在咆哮 龙在银啸 震的山石 泉水 森林 风软都在发动 天气也急剧的变化 轻轻的云天向右下雨 萌萌的水面升起烟雾 写得有声有色 这里采用了楚词的句法 不仅使节奏发生变化 而且使读者联想到楚词的风格 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突然间景象又起了变化 在我们面前 霹雳闪电大作 山丸崩裂 轰隆一声 通向神仙洞府的石门打开了 在一望无边 青涩透明的天空里 显现出日月照耀着的金银楼阁 雪看 烈缺霹雳 秋篮崩催 动天时飞 轰然中开 清明浩荡不见底 日月照耀金银台 这里作者接连用四个四言短句 烈缺霹雳 秋篮崩催 动天时飞 轰然中开 节奏参差错落 坑将有力 把天门打开时的雄伟声势 充分地写了出来 烈缺就是闪电 在天门打开以前 诗人极力扑絮昏暗 恍惚的色彩和惊天动地的响声 而天门打开以后 景象又是一片光辉灿烂 壮力非凡 这样 前者就对后者起了烘托的作用 在诗的气势上 形成了一个游低沉到高昂的波澜 为神仙的出场 渲染了神奇的背景 接着 神仙出场了 你唯西风为马 云之君兮 纷纷而来下 虎骨色兮 乱回车 先知人兮 猎猎如马 许多神仙纷纷走出来 穿着彩虹做的衣裳 骑着风荡做马 老虎在奏乐 乱凤在拉扯 梦境雪到这里 达到了最高点 识人的幻想 真像天马行空 无拘无束的任意奔驰 读着这些迷人的诗句 好像是在欣赏色彩鲜艳 变化莫测的童话影片一样 诗那样赋予魅力 那样引人如生 诗人读了兴望神池 宛如置身神仙世界 但是 好梦不长 忽魂记已破洞 恍惊起而长街 围结诗之枕袭 诗向来之烟霞心惊梦醒 一声长叹 枕袭依旧 刚才的烟雾云霞 哪里去了 诗在梦境的最高点 忽然收住 急转直下 由幻想转到现实 仿佛音乐 有响彻云霄的高音 一下子转入第一 诗听者心情 也随着沉静下来 读诗 尤其是读古体诗 全篇的波澜起伏 是应该注意体会的 诗人由梦醒后的低怀诗望 引出了最后一段 这一段由写梦转入写诗 结诗了全诗的中心意思 这首诗是用来留别的 要告诉留在鲁东的朋友 自己为什么要到天目山 去求仙访道 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在短短的几句诗里 表现了诗人的内心矛盾 迸发出诗人强烈的感情 他认为 如同这场梦游一样 世间行乐 总是乐极悲来 火来万事 总是如流水那样转瞬即逝 还是骑着白鹿到明山 去寻仙访道的好 这种对人生的伤感情绪和逃避现实的态度 表现了李白思想当中消极的一面 封建社会里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情况下 对人生抱消极态度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评价这首诗里所表现的李白的思想 绝不能只看到这一面 还要看到另一面 更强烈的一面 在李白的思想当中 和人生无常相败而来的 不是对人生的屈服 不是跟全臣贵妻同流合污 而是对上层统治者的蔑视和反抗 他的求仙访道 也不是像秦世皇 和武帝那样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 而是想用远离现实的办法 表示对全臣贵妻的鄙气和不妥协 正向诗的结句所说 安能催眉这要是权贵 是我不得开心眼 哪能够低头弯腰伺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使得我整天不愉快呢 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是曲折复杂的 但是他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富有反抗精神的